大家好 这是金色承诺频道 今年是新年第一天 2022年 我跟我的儿子在地下室 我家宝宝说 他要弹一首 自己喜欢的歌曲给大家听 宝宝你可以弹了吗 好 你可以跳跳吗 动动吗 你最喜欢里面哪一个动物呢 猴子 好 猴子 好 我喜欢这个 你也喜欢狮子啊 好 谢谢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好玩的 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哦 他会跳出来的 这个对弟弟很好的 第一个是什么动物啊 长颈鹿 对长颈鹿 英文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什么动物啊 大象 英文是什么 接下去 第三个呢 英文呢 好 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们看过是什么 这是第三个 哦 对妈妈数错了 那第四个 狮子 哦 狮子 英文是什么 狮子 对了 那最后一个呢 猫子 哦 中文呢 猫子 哦 你好棒 你中文英文都记住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这个 你的圣诞礼物 妈妈的一个数学老师送给你的 他是拼图对吗 这个拼图对小孩的 逻辑能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我建议家长可以买一些简单的拼图 因为他 我宝宝现在三岁 所以他 我四岁了 你要马上四岁 你还现在是三岁 你马上就会四岁 这个拼图呢 他很好 他是磁贴的 你看 然后他还叫小朋友数数 比如说他来问他 你能看看这里的图片里边 有 有蜗牛 你可以找到一下蜗牛吗 他这里说这里有一个蜗牛 蜗牛在哪里 哇蜗牛那么小你都找到了 好厉害 对这里是有一个蜗牛 你们看不到 对 好然后接下去 他有几个蓝色的蜡笔 他这里有几 2 2 对 1 2 哇有两只 那接下去有个沙发 你可以找到两个沙发吗 他好像两个沙发 你来给我找找看好吗 哎呦你翻跟头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快快的哦 因为这个录像 我们五分钟的时间把它录掉 所以呢 这个沙发有两个沙发 你给我看看在哪里 哪两个 1 1 哦还有吗 没有了 还有一个沙发 找得到吗 找不到 找不到 这个 哦这个 这个 嗯 这个也许吧 也许是沙发 然后这旁边有个像遥控器一样东西 有一个 你看看在哪里啊 哦对了 然后小花有几朵啊 有几朵小花啊 这个数字是几 3 你输入看 1 2 3 4 哦没有4 3 3 对那最后一个彩虹 哪里有彩虹啊 1 对一个彩虹 对很好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拼图可以给打乱 我们会慢慢玩拼图好吗 然后玩拼图时候这个是告诉你原来的图片是怎么样 然后你会自己慢慢的玩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今天我想给你展示的就是小孩子如何可以利用拼图来锻炼他自己的数学跟逻辑能力 还没有好 啊好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要录五分钟时间马上就到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双语教学频道请订阅和follow 谢谢再见